前两集的果蔬汁发了之后 有小伙伴说 哎呀这个生的蔬菜里面有这个草酸的 汪先生 这样子吃了是对健康不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这个植物里面的反营养素 包括这个草酸是怎么回事 尤其是这个生的没有烧熟的羽衣甘蓝 羽衣甘蓝中的一个反营养物质 就叫易流金酸盐 这个易流金酸盐也被叫做 质甲状腺肿因子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整个蔬果汁 不是为了要让这个东西变少 而是要让它变多 让它最大化 因为这个易流金酸盐 它具有抗癌的作用 我们前面的几集已经讲过了 为什么易流金酸盐被称为 质甲状腺肿因子呢 因为这个易流金酸盐它会跟这个点进行竞争 跟这个点竞争了之后 这个点就不能被运送到甲状腺的这个器官组织上面去 然后通过吃十字花科的植物 这个里面富含的这个易流金酸盐 就是说通过吃十字花科植物 然后摄入大量的易流金酸盐 并不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 不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 除非这个人他本身就有严重的点缺乏症状 缺少点 除非这个人他这个缺点缺得很厉害 而那个缺点非常严重的情况 在现实中是很少见的 事实上大量的无数的动物实验表明 给这个动物吃大量的易流金酸盐 并没有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 反而呢 它有抑制癌症形成的作用 起到了给这个动物防癌 抑癌抑制这个动物形成癌症 也预防这个动物得癌症 第二个非常著名的反营养物质呢 就是草酸 在这个生的菠菜里面就有很多 那些一直鼓吹这个植物里面 有反营养物质的人 他们认为菠菜里面的草酸 会增加圣结石的风险 除非你把这个菠菜烧熟 来减少这个草酸的含量 对的 把这个菠菜烧熟确实可以减少 可农解性的草酸含量 这个可农的草酸 它就是会被人类的肠道所吸收的这个草酸 这个可农草酸也是跟圣结石相关的 然而铭离子和钙离子会把这个草酸变成一个不可农草酸 这个不可农草酸就不会被人类的肠道吸收 在健康的人类自愿者的实验中显示 铭离子和钙离子可以使这个草酸被人体吸收的这个量大大的减少 一直减少到大概只有5% 这也就是为什么Linda Patrick博士一直吃生的菠菜 因为生的菠菜里面含有铭非常高 而且也含有钙 整个果蔬汁里面的铭和钙含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极大的减少了可农草酸的量 博士吃这个果蔬汁 他一个星期要吃好几次 而且已经连续5年了 他吃这个果蔬汁已经5年了 他经过这个厌血身体检查 他甲状腺没有任何问题 他的肾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反营养素的这个问题就不攻而破了 而且这个果蔬汁里面富含各种微量的营养物质是非常好的 那么你也许会说这个博士他只是一个个例 不能代表所有的 一个是博士自己连续喝这个果蔬汁 喝了5年没有任何肾脏和甲状腺的问题 第二个是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些动物的实验也证明了啊 这个一流金酸盐 他给人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要超过他的潜在的可能的风险 所以呢博士他非常有信心 他觉得这个这样子果蔬汁这样吃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这是博士的选择 那你的选择呢 欢迎小伙伴啊 给我们留言反馈交流